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德高望重的教师都在这里 一个悬浮于阳光中的尘埃小点上生活 在浩瀚的宇宙剧场里 地球只是一个极小的舞台 我们的星星 我们虚构地望此增大 我们在宇宙中拥有某种特权地位的错觉 都受到这个苍白光点的挑战 在庞大的包容一切的黑暗宇宙中 我们的星星是一个孤独的斑点 由于我们的低微地位和广阔无垠的空间 没有任何暗示从别的什么地方会有救星来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处境 地球是目前已知存在生命的唯一世界 至少在不远的将来 人类无法迁居到别的地方 访问是可以办到的 定居还不可能 不管你是否喜欢 就目前来说地球还是我们生存的地方 有人说过 天文学令人感到自卑 并能培养个性 除了我们小小世界的这边远方图像外 大概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可以揭示人类妄自尊大 是何等愚蠢 对我来说 他强调说明 我们有责任 更友好的相互交往 并且要保护和珍惜 这个淡蓝色的光点 这是我们迄今所知的 唯一家园 唯一家园 唯一家园